Hello 大家好 今天香太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又有美白 還可以去濕的茶 養生茶 希望大家喝完之後都白白淨淨 和把你身體的濕氣排出來了 畫面這個QR Code就是香太IG的QR Code 有時香太會分享日常生活和有時分享其他簡短的食譜 譬如分享一下大家現在疫情都不知道煮什麼好 有時我會分享兩餐飯在IG 立即追蹤我 今天這個茶的材料只需要四樣的 就是赤小豆 紅耳仁 薑 還有椰棗 如果你怕寒涼可以放紅棗也可以 我們首先把薑去皮 洗乾淨 因為赤小豆有利料去濕的功效 但比較少少寒涼 今次我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例如生意人或赤小豆我都會白鑊炒一炒 今次我用赤小豆就已經炒了 記得用白鑊炒一炒 如果在藥房買回來的話 炒一炒就沒有那麼寒涼 女士們不要吃那麼多寒涼的食物 畫面看到這裡就是椰棗 椰棗一大包在藥房中藥材店買 20元已經有五六十粒 今次我們加20粒 因為今天這個也有八碗水 我們用十碗水去煮 煮這個茶 我們洗乾淨炒香的赤小豆 紅耳仁在很多健康食品店 或者上網都買到紅耳仁 紅耳仁有美白和強效去濕的功效 今年2022年 春婚時間是3月20日 還有不夠兩個星期 因為春婚是24節氣中其中之一個 代表春天和夏天交接的時候 即是一天24小時 到時3月20日那一天 春婚那一天就會日後和夜晚 割佔12小時 晝夜幾乎相等 我們香港春天比較潮濕 你要在20日之前這個時間清掉濕氣 個人起床 睡完起床就不會累 常常都沒有精神 睡都不夠 還有你周身骨痛那些 濕氣重風濕的朋友 喝一下這個茶又方便又簡單 最好不過的了 大火煮滾之後 轉小火煮45分鐘 關火焗60分鐘 這樣就可以喝了 因為你煮完45分鐘 你都不是馬上喝的 焗一下焗一個小時 如果你攤冷了 你便會再翻熱 這樣再喝 這樣再喝 煮完45分鐘焗一焗 它就更加出味了 香港除了春天潮濕之外 其實我們不知不覺 有時都吸了很多濕氣 大家都不知道 例如大家常坐辦公室 炭冷氣的地方濕氣都很重 或者你喜歡 你喜歡飲凍食 吃甜食 喝太多酒 吃煎炸油膩 都會引致你的身體濕重 所以多喝這個茶就對了 你說 哎呀香太 我好忙啊 我一個人住 又不想煮這麼大煲茶 怎麼辦呢 不要緊 片尾有一個用燜燒壺去做一個茶 但你就要去百貨公司買這些燜燒壺回來 是很方便的 三百多四百塊就有交易 但有個小門就是 你要在焗東西之前 你一定要用很熱的水 先焗5至10分鐘 令到壺裡很熱很熱 焗我們這次用四樣東西 但我轉了用紅棗 洗乾淨的紅棗 記得去核 不然就會很燥熱的 因為赤小豆 紅耳仁 可能有少少汗涼 所以我就用紅棗了 這一壺茶是我自己喝的 剛才煲的那些 大小幫手都一起喝的 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甜點 今次我自己焗這個茶 就不太甜了 雖然三四顆紅棗 但這個壺七百五十毫升 我焗完之後都不會很甜 但有紅棗的功效 那些材料因為比較冷 我就用熱水 浪一浪去 之後再倒進去 之後再用很熱很熱 記得一定要是很熱很熱的水 焗它 焗它六七個小時就可以喝的了 那你晚上做完 早上就可以喝到一口 好好味的去濕茶 但你用這個燜燒糊的竅門 就是你一定要將很熱的水 裝滿去 如果你裝得一半份量 那就不夠熱的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香太 分享這個美白去濕茶 記得追蹤香太的IG Follow我日常生活 還有有時有少少少少心得 有少少分享 在IG和大家分享 也可以在IG和我交流 大家聊聊天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